第二日 喂食 小妖早早来到草澳陵等香柳 这里是神族的境地 高高的崖顶上茫茫苗苗无人见 单崖怪石 峭壁其风 云海翻涌 小妖默默站在崖前 想起吃油和母亲 正如香柳和自己 带到香柳默默从身后抱着她 她才回过神来 想什么 她今日一袭白衣梅花暗纹宽秀外衣 里面是银色中衣 黑发黑桶 身姿挺拔 像个风流倜傥的俊美世家公子 小妖转过身来 还着她的腰身 只是想到母亲和吃油爹爹 她摸摸她的鹅发 你害怕吗 前路艰难 我何时怕过 她下巴抵在她胸前 双眼笑眯眯地看着她 你怕吗 我在衣服处 感受她对我的敦敦教诲 一片父子之情 又得防风 被母亲一颗全权爱子之心 线下与你相爱一场 心意互通 过往我从未 对上天有过祈求 如今心里竟生出天长地久的奢望来 她在小妖娥上轻轻一吻 小妖 谢谢你 她把她紧紧抱住 想要把她揉进自己身体里一样 小妖心里感慨 她们都一样 无父无母 只有彼此 项柳 有你真好 无论往后 我来过 爱过 哪怕我消失在这世间 也无怨无悔 她们在牙前静静相拥 只盼天长地久 小妖离开项柳的怀抱 牵起她的手 走向牙上的一间屋子 小妖轻轻推开门 仿佛害怕打扰到 曾经在这里发生的一切 打扰到那两个相爱的男女 屋内一派简朴 不过一张竹踏 几件竹家具 还有茶壶茶杯 这里是母亲和爹爹秘密相见的地方 香柳见墙上一幅红衣男子的画像 她虽未见过她 但传闻中红衣英雄 她还是听过不少的 她立于画前 恭恭敬敬地对着画像 抬手行起里来 小妖见她此番 微微一笑也行了一礼 俏皮道 爹爹 这是你女婿 可还满意 香柳听她这般脱口而出 嘴角勾起一丝笑意 把她抱在怀里 又见她望着那画像 侧耳倾听 调皮道 哦 爹爹说什么 爹爹大声些 哦 爹爹说 此男子一表人才 对小妖一片真心 很是满意 还没等她说完 就被香柳堵住她的唇 她像个宝一样地爱惜她 唇舌轻轻稳住她 灵巧地分开她的背齿 探入她的口中 索取她的甜蜜 小妖脸颊泛起红韵 哪里经得住她这般撩拨 嘴里不停呻吟 全身无力 任她攻城掠地 不停索取 香柳 她微微呢喃 她好似给她点了一把火 男人附下原始欲望被激起 抵在她身下 情男自惊之时 却又听她来了一句 在这里 爹爹会不会不高兴 她憋得小脸通红 双眼迷离地看着她 她喉咙吞咽 像被泼了一盆冷水 她微微喘息 嗓子沙哑 你 再说不下去 只轻轻把她搂在怀里 调整呼吸 压下身体的情欲 不再吻她 小妖在她怀里 安静地像个小猫 不敢乱动 片刻后 你可会怪我 小妖微微抬头看她 只见她的耳尖泛红 认真地看她 她深情款款 又小心翼翼地 是我未考虑周全 我虽想要你 却也知道 此处不合适 怎会怪你 那为了补偿你 我带你去吃驴肉 小妖笑 这是驴肉能补偿的吗 那你说要怎样 小妖羞涩 驴肉是要吃的 补偿吗 以后再说 她敲敲她的脑袋 牵着她的手下了扇 小妖带了香柳到一条岸巷 七拐八拐 进到一个小院里 香柳心下意惊 你如何得知这家店铺 全城最好吃的驴肉馆 就是这里 我打听打听便知道了 有何惊奇 只见那独臂老人 瘸瘸拐拐地看了防风 背和小妖一眼 笑着打招呼 没想到你竟有带女娃子来的时候 今日相反 是她带我来的 城中早起相传老伯做的驴肉最好 小妖慕名而来 还请为我们准备两碗驴肉 那老人一脸慈祥 笑嘻嘻点头 你们先做 我就去准备 小妖和防风被坐在里间 自顾倒了茶水来吃 带驴肉端上来 他们几经吃了一碗茶 闻着扑面而来的肉香 小妖口水都要掉了下来 防风被为她加了盐碎 递给她勺子 小心烫 小妖先咬过两大勺的驴肉 送到防风被碗里 太多吃不完 你帮我吃 她抬头看她 微微一笑点头 那老伯见他们如此 便对她道 没想到 你也竟有这么一日 说玩笑起来 老伯笑什么 为何说她有这么一日 小妖抬头笑问 她独来独往惯了 从来不为哪个女子这般 我还以为她会孤独一生呢 现在看来 是被姑娘 你套牢了 说完又笑起来 小妖听了开心 盯着她厚脸皮的模样 只见她帮她把衣袖挽起 又叮咛 小心打湿 不知是驴肉的热乎镜 还是老伯的话 竟然让两个人的心里都暖暖的 吃完 防风被为她擦擦额头细细的汗珠 也不在老伯面前避嫌 只听小妖对老伯说道 老伯 若是不见怪 小妖对齐皇之术有些研究 可愿让我为你探查一番 无需诊经 药材我自会让人给你送来 二人都没有想到她有此一说 老伯看看小妖 又看看防风被 后者点头道 你就让她看看 她医术倒比宫廷医师还好 如此就麻烦姑娘了 小妖让她坐下 搭了麦 看看她的脸色和舌苔 收了手 内斧都是些旧疾 腿不过是常年的风湿病痛 配以精针和汤药一起 不用两月便可行动自如 老伯把膝盖伸手 我线下就为你试针 小妖从乾坤袋里掏出针袋 在她有急的那条腿上内外吸眼 杨灵拳 英灵拳学位下针 片刻又在玄中 血海 足三里等穴位 依次扎针 这样一注香的功夫 小妖便抽针完事 小妖扶起老伯 您走几步试试 那老伯心中忐忑 也不知道到底如何 脚上小心地走了几步 大喜 多谢姑娘 这腿脚竟比之前少了许多酸痛 让我这多年的旧疾 如今也有了希望 果然神通 不必客气 你我一见如故 像是我家中长辈 让人很是清静 老伯以后叫我小妖便可 我与她若无事 会经常来看看 宁可要保重身体 为我们一手煮驴肉 防风被一言不发 心内万千柔情地看着这个女子 心里惊叹 她到底有怎样一颗玲珑心 又被她找到占为己有 老伯内府的汤药 我回去就会配好 和方子一起让我身边的人送来 到时您吃上两个月就会大好 相信我 老伯听了 要跪下给她行李 被小妖拉起 老伯不渴 我是晚辈 受之不起 您若不弃 就把我当成亲人来看吧 那老伯哪里遇到过如此好事 心里感慨 只一个劲地点头答应 但小妖还要说什么 就听窗外传来一个声音 你既喜欢她 就该去争取 以你的身份样貌 在大荒里 有多少女子想攀附的 对女人要么多点耐心 要么守接捆回家去了事 何必像现在唯唯诺诺 小妖和房峰被对视一眼 就见到黎绒场和屠山锦二人 前后搅进来了 是你们 小妖道 她二人微微行礼 房峰被点头示意 小妖 原来是你 屠山锦心里一喜 她眼睛里的柔情 都要溢了出来 黎绒场看她这样 真是心里不平 开口道 王姬殿下 我这兄弟对你深情一片 日日思念于你 她不好说 我替她说一句 黎绒兄 屠山锦忙制止道 那黎绒场看屠山锦 这样更是来气 看一眼房峰被 王姬与房峰被一起 她日子清苦 身份又低 不如和我屠山兄相配 小妖一听 脸上飞红 心里哪里容得下 她说香柳 闭上你的狗嘴 抬手就给她施个敬言咒 这还是她往日 求着向柳教她的 我的朋友 哪容得你非议 你管好自己的嘴 别给哥哥惹出事来就好 还想管我 吃了雄心抱子胆了不成 说完又给她一脚踢过去 那黎绒场 哪里敢还手 只能往屠山锦身后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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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